太阳之下有无数新鲜事,欢迎收听大象工会,一天一个冷知识。 五天八小时工作制是怎么起源的?作者是祥璞。 你好,这里是大象工会,我是主播小爱。 马克思认为,八小时工作制是工人阶级解放的一个必要条件。 他说,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改善工人状况和解放工人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 那么,五天八小时工作制是怎么起源的呢? 本文作者史祥璞对此进行了研究。 在国际供运史上,各国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付出了长期努力。 1866年,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通过了关于缩短工作日的决议。 但远在这之前的1836年,美国全国劳工报就提出, 我们相信,每日劳动八小时对于任何人都已经太够了。 马克思自己也承认, 我们建议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八小时。 这种限制是美国工人的共同要求。 代表大会决定将使它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行动纲领。 1933年,美国率先将全国标准工作时间改为每周40小时。 受此鼓舞,国际劳工组织1935年出台的47号公约规定, 每天工作时间不能超过8小时,每周不能超过40小时。 但美国并不是灯塔, 八小时工作制的口号最早起源于英国。 早在1817年8月,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就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问题, 并把它作为理想社会的重要制度。 在这之后的1853年, 伦敦建筑业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进行了罢工, 以失败告终。 直到1886年5月1日, 芝加哥4万多名工人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 喊出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归自己的口号。 暴力迫使当局允许工人每天只工作八小时。 由于芝加哥大罢工的成功, 1889年7月14日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一次大会上, 法国代表拉文提议, 把1886年5月1日美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日 定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节日。 但国际共运并不能独揽功劳, 人类偷懒使另有一条独立脉络。 早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 澳大利亚的石匠们就开始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斗争。 继184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之后, 1851年在澳大利亚也发现了金矿, 淘金热马上登陆澳洲, 造成澳大利亚劳动力短缺, 工作强度增加, 缩短工作时间成为澳大利亚工人们关心的问题。 1855年, 澳大利亚的石匠们就在同业工会的框架内率先实现了八小时工作制。 到19世纪90年代, 澳大利亚基本上实现了八小时工作制。 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每周五天工作制的也不是导师们, 而是大资本家亨利福特。 早在1926年, 基于经济考虑, 他就在自己的公司里实行了五天工作制。 福特认为, 如果工人有更多的闲暇时间, 就会花更多的钱购买自己的产品。 随着大萧条的到来, 美国内需减少, 导致各行业工作时间普遍缩短。 在这种情况下, 国会顺势通过了每周五天, 每天八小时的新劳动法规。 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 也开始逐渐缩短工时, 而工人阶级掌权的东欧各国 则在六十年代相继加入每周四十小时阵营。 中国紧跟国际潮流, 在1995年5月1日, 成为世界上第145个 实行五天八小时工作制的国家。 今天, 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五天工作制。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甚至最不发达国家, 也都愿意给工人阶级每周两天休息时间。 实行六天工作制的只有越南等少数几个国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